I remember too long You told me how 市长谢果良在记者会中宣布 基隆将举办浪漫七夕烟火秀 特别与设计国庆烟火和澎湖花火节的团队合作 以童话故事小美人鱼为烟火主题 打造浪漫的基隆港督 男女朋友到基隆 或者是就算已经结婚了 你们是家里面的情人 也都欢迎来到我们基隆这边 只要是在刚刚讲的各个景点 海洋广场、国门广场、东岸 来欣赏文化中心上面的烟火 那文化中心今年上面的烟火厂商 就如同刚刚官销处所说 我们是用国庆烟火等级的烟火厂商 来跟我们施作 来展现出这个我们七夕的 青年节的一个氛围 这次是用多角度跟堆叠的层次 然后来进行我们的整体设计 然后我们这次也会加入就是七夕的元素 所以我们里面会有爱心的图层 跟粉色烟火的一个设计 然后希望可以融合这次的主题 另外在这次的我们的烟火里面最大的特色 其实在北部现在已经很少有在海港的城市 然后里面来进行做我们的烟火的设计 所以其实这场烟火它是可以闻着海风 然后看着整个都市的一个容貌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烟火 把它全部放在你的眼帘里面的时候 你会感到一场非常特别的一场烟火秀 这次烟火的最佳观察点 有包含了几个景点 包括基隆湖宰山 国门广场 海洋广场 还有我们的那个东湾山场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 为了那个释放这个烟火 再来在那个当天晚上 八点在海洋广场 有赠送我们那个香氛蜡烛 那我们我们换取的民众 只要在基隆旅游网上 按赞分享 还有那个贴上我们的 贴上我们的图片 就可以换取这个香氛蜡烛 那这香氛蜡烛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总共有四百份 那数量有限发完为止 搭配烟火秀活动 民众只要到基隆旅游网粉砖 打卡留言 还有机会获得浪漫好礼 香氛蜡烛 欢迎民众踊跃来基隆 赏烟火 共度浪漫的七夕情人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